大消息大消息 大謊聲特朗普原來除了講大謊之外 還不懂計算 是這樣的 特朗普接受美國傳媒訪問 不斷唱衰香港 說內地收緊對香港本志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必死無疑 又恐嚇說美國終止香港特殊待遇 和經濟鼓勵之後 香港就會落入地獄 我們正在給香港絕對經濟的利益 我們現在已承諾所有的利益 而香港會與美國共產黨無疑 嘩!一聽下去真是很害怕 原來香港之前的成功都是靠美國 慢著,確註一下 咦!原來2013年至2019年 美國每年在香港 賺取平均超過300億美元順差 過去10年累積賺2970億美元順差 明眼人都看得出 美國和香港之間的貿易往來 究竟是誰獲得巨大利益 誰受鼓勵多些 嘩!你反過來說也有 還有,單以去年來計 在香港和美國超過5000億港元的貿易總值當中 會受關稅影響的香港產品貨值 是36.76億港元 佔兩地貿易額僅僅0.71% 其餘都是香港轉口去美國 及自美國進口的貿易 如果之後因為特殊關稅地位取消 令美國對香港貿易順差減少 那麼特朗普這套七雙拳 倒是上自己多個雙香港 這傢伙我私以小時候跌倒了 既然特朗普數學那麼差 不如聽聽香港商經局長怎麼說 因為公平為之下 他在香港每年賺很多錢 但你說成為 這是一種恩賜 我拿走你的時候 你沒有運行等等 美國一方給了香港很多恩賜 很多好處 但這真與事實不負 政府所說的事 以及實行的事 有引起這麼大的市場混亂 亦都在國際組織裡面 輸打贏要 這個我相信是我們不可接受的地方 你了解不了解